早晨起来酒店停车场,一共就剩两台车了,大家都出去玩了 今天是2023年9月11号 这几天我们入住的是Deer Lake的一个Holiday Inn 因为在Gross Mall National Park,就是这个国家公园附近呢 这是唯一的一家品牌酒店 周边的配套东西呢还挺齐全 就是离那个国家公园稍微远了点 今天我们的行程呢是在周边转一转 沿着1号高速公路,然后下到高速公路下边的一些海湾 去看一看 由于我们取消了往北边牧场去的这个行程 一下就节省出来两天的时间 那个北边牧场往返是700多公里 就看一个牧场,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行程取消掉了 这几天在纽芬兰岛玩下来之后 发现其实纽芬兰岛还是一个挺发达的一个岛屿 这上面的工业、造纸业、很多这个渔业的产业 都在这个沿海的1号高速公路的左右 虽然纽芬兰岛号称是世界的尽头 也是一个距离加拿大本土非常遥远的地方 但是这里呢,生活依然是非常便利 物价也不是很贵,略微比陆地上贵了一点点 左边的山也是那种平顶山 山上有个瀑布 整个纽芬兰岛的景色呢 其实没有西部那么壮观 也没有阿拉斯加的秀气 整个游玩下来呢,感觉很平静 脑海里很多安静的小渔村 很多安静的港湾 也有很多风大雾大的地方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省立公园 岛上的省立公园都是免费的 那这个公园已经季节性关闭了 就在昨天 工作人员接我们远道来 给我们开了个特例 然后我们进去转转 这个公园的海滩石头是各种各样的 这块石头长得多好玩 这是擦不掉的 在这个沙滩上有好多这样奇形怪状的石头 这个像玉雕一样 而且很坚硬的一种感觉 这块石头有点像那个 鸡血石似的 这个特别红的一个感觉 这块 这个上得像布满了鸟屎似的 由于季节原因 很多海湾我们俩都是包场旅行的 这块石头长得有点好 这块石头的